江乐兴 意大利简史 演播秋雨和堂 第四章 中世纪封建时代的意大利地区 教皇发起的胜战 咱们书接上文 第五次十字军东征 1202年 教皇英诺森三世发动了第四次东征 东征军主要是由法国人和威尼斯人组成 原本的计划是通过进攻埃及 建立基地之后 再夺取被伊斯兰教世界控制的耶路撒冷 最终他们却将目标锁定在了军事坛丁堡 1204年 看似辉煌的拜占庭帝国瞬间崩塌 首都军师坦丁堡被攻陷 十字军在城内是烧杀抢掠 带走了巨额的财富 在这里建立了拉丁帝国 以及附属于拉丁帝国的雅典公国和雅西亚公国 这次东征获利最大的是维尼斯人 他们不仅获得了巨额的运费 而且借助十字军之手打击了自己 在亚欧贸易当中最大的商业对手 直到1261年 悉尼亚皇帝叫做巴列奥略家族的迈克尔巴士 灭掉了拉丁国 恢复了败战庭帝国 1218年 英诺森三世组织了第五次动争 但此时的西欧国家的国王们已经不再响应 于是教士们纷纷的到下面去宣传 拉拢了一些落魄骑士和平民 组成了一支十字军 这批十字军照例靠沿途强掠维持军备 一路上饱受疾病的折磨 以埃及为攻击的目标 1219年 十字军攻占了达米埃塔 1221年 禁军开罗的时候 由于尼罗河水的泛滥被迫撤退 第五次东征 失败 1128年 年轻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菲特列二世组织了第六次十字军东征 但是当时的教皇格里高利九世 并不太喜欢这位皇帝 认为他怀有二心 而菲特列二世也不将教皇放在眼里 于是教皇在菲特列二世行军过程当中 宣布开除他的教级 菲特列二世对教皇下达的命令毫不在意 在圣殿骑士团和圣约翰骑士团 都脱离了他的队伍 只有以神圣罗马帝国的骑士组成的 条顿骑士团还跟随着他 菲特列二世明白自己已经无力发动战争了 于是就打算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 这个时候 伊斯兰教国家也在经历着一场内战 埃及的苏丹卡米勒和大马士革的苏丹穆阿扎姆 正因为领土争端打得不可开交 而卡米勒决定借助十字军的力量打倒对手 两个人就这样在1129年达成了协议 耶路撒冷名义上回到了基督徒的手中 为期十年允许基督徒和穆斯林自由的朝圣 第六次东征和平结束 随后菲特列二世回军打败了教皇军 迫使教皇恢复了他的教级 由于名义上圣城已经收回 所以十字军东征的热潮逐渐减退 而威尼斯人和穆斯林有密切的商业往来 同样不希望再有战争 但十年之后 穆斯林军队再次攻打耶路撒冷 1248年留守的十字军战败 第七次东征开始 1248和1270年 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分别领导了第七次和第八次十字军东征 但一次兵败被俘 一次病死在了行军的路上 为夺回圣地的十字军的东征 以失败告终 十字军东征的影响 十字军东征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罕见的大规模的宗教的军事行动 也是第一次全欧洲性质的军事行动 他历史将近二百年 最终以失败结尾 十字军的东征给沿途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西欧各国的人民也要承担长年战争带来的压力 十字军的东征充满了劫掠和杀戮 唯一受益的是从抢劫当中获得了巨额财富的教会和欧洲的王室 宗教领导的本来面目暴露无疑 教会的威信大为下降 十字军的斗争也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十字军东征以武力迫使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产生了交流 东方的罗盘 火药 阿拉伯数字等等就传到了欧洲 促进了欧洲军事和科技的发展 欧洲歧视精神在东征期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东征为题材的诗歌等文学作品大量出现 被称为黑暗时代的文艺 辅兴 下来再穿插两个小知识点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为了避免像以往东征那样 在陆地上遭遇干扰造成过多的损耗 十字军求助于威尼斯人从海上行军 但是因为付不起巨额的渡船的运费 在威尼斯国王丹德罗的窜夺之下 十字军转而去截掠了扎拉城 并利用拜占庭帝国内的纠纷 转而攻打了军事坦丁堡 而这个时候 拜占庭王子在王位争夺的时候落败下来 他希望十字军能够帮他夺回王位 并向十字军许以重金酬谢 但让这位王子没有想到的是 此举明显的变成了隐狼入室 他确实在十字军的帮助之下夺得了王位 但国库的钱财却都被自己的政敌给带走了 下来介绍一下萨拉丁 萨拉丁1137到1193年 中世纪阿拉伯世界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 埃及阿尤布王朝的首任苏丹 萨拉丁在带领阿拉伯人抗击十字军的过程当中 表现了卓越的领袖风范 骑士风度和军事才能 因而闻名于基督教和伊斯兰世界 他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主要是夺取了耶路撒冷 使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争斗发生了转变 此外他使埃及重新回归了伊斯兰教的世界 使埃及和西亚的广大地区 重新回到了同一政权的统治之下 萨拉丁为人慷慨清廉刚正 广受赞誉 在西方人的眼中被视为歧视精神的 开门